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刚刚吃完晚饭,所以过来海边赶海 看一下有什么可抓的 走,去赶海了 这里,这里发现了一只螃蟹 看它塞了 在偷吃东西,看到没 这里在冻了 现在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什么螃蟹来的 这个是石头来的 这个边缘有石头 哇,那只兰花蟹,好大只哦 竟然躲在石缝边缘 现在又想躲进去了 好快哦,速度好快 洗一下 洗一下 好脏哦 这是今天第一只螃蟹 哇塞,这里藏了一只大金蟹哦 现在躲在这石缝里面 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只青蟹了 把它夹出来 现在藏到这里 出来 出来,出来,出来 哇,好凶哦 想拿这个鲜钱夹我 好凶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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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凶 哇,这个螃蟹 个头好大 这只螃蟹大概也有一斤半左右 好凶哦 你看 四只公蟹来的 好凶哦 终于把它绑好了 现在把它放在桶里面 挂这 石头蟹 躲在这里面了 挺大只的 哇 这块石头 放不动 刚才跑了一只石头蟹进去 好凶哦 好黑哦 里面 放不清 把它搬出来看一下 好重啊 哇 哇 竟然藏了一只 青蟹在里面哦 我本来不想搬开的 太重了 搬得好累 没想到藏了一只 大家伙在里面 刚刚退潮 一般青蟹的话 很容易躲在石缝里面的 诶 准备逃了准备逃了 刚刚退潮很喜欢躲在石缝里面的 哎呦呦 想夹我 哇 个头还可以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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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夹我 力气好大的 拿都拿不动 你看 一般石堆里面找的青蟹很光滑的 颜色好漂亮 呦呦 好大力气 这只巨无吧 大概也有一斤半左右吧 我们看一下个头 还可以 是只工蟹来的 只要是只高蟹这么大只的话 就值钱了 现在高屑的话 靠近中秋节 往往都是高 我们把它收了 放头里面 翻了我满头淡汗的今晚 我们再翻一下 没有的话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 这里发现了一条鳝鱼 哇塞好大条哦 比我手臂还要出 哎呦呦呦 哇塞 我以为是择来的 好大条的古扫啊 你看 差不多有我手臂那么长了 好长哦 真的好难得找到一条古扫 大碗上了把我吓死了 先把它洗一下吧 哎 太大了 不死 别那么凶 太猛了 赶紧把你放在桶里面 刚才看到它 我桶都不要了 想把这条谷散放在桶里面 好大条 这里缠了一只大金蟹 看见我来 准备桃了 把他手探 抓他 好凶 鲜汤 没那么容易 想生出蟹钱夹我 这个夹我 哇 好大只哦 今天抓的螃蟹 刚好顺着潮水走 就发现了一只大家伙 我看一下 大概也有一斤半左右 今天抓的螃蟹都挺大个的 现在拿绳子把它绑好 洗一下 哇 这里有只蓝花线 还要准备握沙了 我愿意它逃了 你看 现在隐藏在下面 好快的 不给你握 我不给你握 不给你握 你就逃了 还那么快啊 这个蓝花蟹最喜欢 握沙了 你看喷水了 刚才 你看嘴巴还在动 好肥啊 我看一下 你看好肥的 这里好硬 现在的蓝花蟹最肥了 比较难抓 再找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收获 都有大半桶了 一条大骨上 都把桶里张满了 还有两只蓝花蟹 三只巨无报 现在把工具洗干净 潮水也上来了 准备要回去了 今天的港海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